后世出土的一些硅甲和简读上 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 但是始终无人识得 有人说天书无字 无字天书 其实是种歪曲 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 有字面的信息 但是如果不会识破 即使摆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懂 孙教授这一辈子 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 但是竟然始终不大 可以说步步为艰 穷其心智 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直到1978年 考古工作者在米苍山 发掘了一座唐代古墓 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者的喜结 盗洞有六七处 墓主的尸体早已毁坏 墓室也腐烂坍塌 大部分随葬品都被盗窃 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腐蚀 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 专掌天文历法 以及阴阳术术之类事物的太史令 李淳峰 唐代的科技文化 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 作为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李淳峰 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 可惜都被毁坏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 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 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 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 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 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板中 发现了一个夹层 棺顶竟然有夹层 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 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 也从未见过棺板中有夹层的 众人小心翼翼的打开棺板夹层 里面有个牛皮包裹 打开之后又有油布和赤漆裹着一件东西 赫然便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 玉盒遍体溜金相淫 盒上刻着有意灵兽的图案 盒盖上的锁扣是纯精打造的 由于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 所以这么多年来 躲过盗墓贼一次又一次的细节 得以保存至今 有经验的专家一看 就知道是大唐皇家之物 可能是皇帝赏赐给李春风的 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 棺板夹层中 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组的大本营 在以整块羊之玉制成的盒子中 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 其中有一块龙骨 上面刻满了天书 被命名为龙骨一文谱 另有一面纯金板 金板不大 四角造成瘦头状 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 著有很多文字 似乎是个表格 上面的字有些认得 有些认不得 当时被命名为瘦角弥文金板 于是就请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 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板的秘密 孙教授接到这个任务 把自己锁在研究室中 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 这种龙骨一文谱 孙教授曾经见过多次 上面的古字闭着眼睛也能记得 但是却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 其含义是什么 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儿 跨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 一旦有点突破 其余的难题也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 但是这道障碍实在太大了 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 遗留下来的文字 但是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因为有些与天书一同出土的古文字 很容易就能解读 经碳十四检验 同属于殷商时期的 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绝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存 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反复推敲研究 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谜 通过对照李淳峰墓中出土的寿角谜文金版 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骨上的记录 是一种加密文字 早在唐代 李淳峰就已经破解了这种古代加密文字 为了表彰他的功询 皇帝特注金牌赏赐给李淳峰 以纪念此事 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 就是李淳峰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 其实天书很简单 是用另外四种密声的音标注释 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 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的人 才能够理解文字的内容 而李淳峰是从八经著书想考中获得的灵感 从而找到了方法动小天机 破解天书之谜 孙教授从这块瘦角迷文金版的启发中 参悟到如何解读天书 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 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 很多信息令人目瞪口呆 不少已有定论的历史也都将被改写 考虑到各种因素 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 做了如下指示 持审重态度对待 在有确切定论之前 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 孙教授对我说 你背后的这个痕迹 说是古代的加密文字 并不恰当 这个字并不是天书中的字 我也是在古兰出土的龟甲上 才见到这个符号 它象征着某件特殊的事物 当时的人对其还没有准确的词来形容 我想称其为图颜 更为合适 图颜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 我还不太清楚 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 在古兰出土的龙甲 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 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录 由于刚刚出土 时间紧迫 我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 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 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 在运回去的途中 军用飞机就失事坠毁了 那些秘密 恐怕永远都无人知晓了 我问孙教授 这么重要的东西 难道您没留个踏片之类的记录吗 虽说您认为我背上长的不是什么诅咒之类的标记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事太蹊跷 若不知道详情 我终究是不能安心 您就跟我说说 那篇记载在骨甲中的文字 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是不是和新疆的鬼洞有关系 我向毛袭保证 绝不泄密半个字 孙教授神经质的突然站起来 不能说 一旦说出来 就会惊天动地的 这几天连续闷热 坐着不动都一身身的出汗 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 雨下的都冒了烟的 终于给燥热的城市降了降温 雨后的潘家园 谷玩市场 热闹非凡 在家忍了好几天的 业余收藏家和谷玩爱好者们 纷纷赶来逃换玩意 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 胖子正在跟一对 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妇 推销我们那只绣花鞋 胖子对那俩老外说道 怎么样 您拿鼻子闻闻这鞋里边 跟你们美国的梦露一个味 这就是我们中国明朝梦露穿的香鞋 那个 鸣记 鸣记你们懂不懂啊 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妻 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秀鞋很感兴趣 胖子 可以给他们打个折 我坐在一旁抽着烟 对谷玩市场中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 从陕西回来之后 我到医院去检查过 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什么病也没有检查出来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最近呢 财源滚滚生意做得很洪荒 我们从陕西报回来的文乡御园石 卖了个做梦都要笑醒的好价钱 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名气 几乎每一笔利润都是凡数倍 而且一想到孙教授的话 就觉得背后压了一座大山喘不过气来 每每想到这些就忧心忡忡 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了 那个可恶的伪善的孙教授 死活不肯告诉我 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含义 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的技术 只有他一个人掌握 但是我又不能用墙 硬逼着他说出来 古兰出土的那批龙骨 虽然毁坏了 但是孙教授肯定事先留了底 怎么才能想个法子 再去趟陕西找他 一号过来看看 只要我能确定背上的印记 与京觉国鬼动的眼球无关 我才能放心 可是那次谈话的过程中 我一提到鬼动这两个字 孙教授就像发了疯一样 以至于我后来再也不敢对他说鬼动那个地方 孙教授越是隐瞒推讨 我觉得越是与京觉的鬼动有关系 既然明着要 孙教授不肯给我 那我就得上点手段了 总不能就这么背个眼球一样的红斑 过一辈子了 夏天是个容易打瞌睡的季节 我本来坐在凉椅上看着东西 以防被佛爷顺走几下 但是脑中胡思乱想 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做了一连串奇怪的梦 刚开始我梦见娶了个哑巴姑娘做老婆 她比比话话的告诉我 要我带她去看电影 我们也不知怎么就到了电影院 没买票就进去 那场电影演得没头没尾 也看不出是哪个哪儿 除了爆炸就是山体塌方 演着演着 我和我的哑巴老婆 发现电影院变成了一个山洞 山洞中朦朦胧隆隆 好像有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我大惊失色 忙告诉我那哑巴老婆 不好 这地方是沙漠深处的无敌鬼洞 咱们快跑 我的哑巴老婆 却无动于衷 猛然把我推进了鬼洞 我掉进了鬼洞深处 那洞里有只巨大的眼睛 在凝视着我 忽然鼻子一凉 像是被人捏住 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见一个似乎是很熟悉的身影 站在我面前 那人正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 我一睁眼 刚好和他的目光对上 我本来梦见一只可怕的巨大眼睛 还没完全清醒过来 突然见到一个人在看我 吓了一跳 差点从梁翼上翻下来 定睛一看 嘿 Sherry 杨正站在我面前 胖子和大金牙两人在旁边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 胖子大笑 老胡 做白日梦的吧 口水都他妈流下来了 一准是做梦娶媳妇呢 大金牙对我说 胡言醒了 这不杨小姐从美国刚赶过来吗 说是找你有急事 Sherry 杨递给我一条手帕 这才几天不见 又添毛病了 口水都流伤河了 快擦擦 我没接她的手帕 用袖子在嘴边一抹 然后用力伸了个懒腰 揉了揉眼睛 这才迷迷整整的对Sherry 杨说 哎 哎呀 你的眼睛 哎 对了 我这时候睡意已经完全消失 突然想到背后眼球形状的红斑子 连忙对Sherry 杨说的 对了 我这几天正想着怎么找你呢 有些紧要的事要和你讲讲 Sherry 杨对我说的 哎 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 这里太吵闹了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谈吧 我赶紧从两椅上站起来 让胖子和大金牙继续照顾生意 同Sherry 杨来到古玩市场附近的一处龙潭公园 这龙潭公园当时还没改建 规模不大 即便是在节假日游人也并不多 Sherry 杨指着湖边清静处的一条长凳说 这里很好 咱们在这儿坐下说话吧 我对Sherry 杨说 一般搞得像亚马路的才坐这里 你要是不避嫌 我倒也是没什么 这小地方真不错 约约会正合适 Sherry 杨是美国生美国长 虽然长期生活在华人社区 却不太理解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便问道 什么 你是说恋爱中的情侣才被允许坐在湖边吗 我心想 这两国文化背景差别太大 这要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 别说道 人民江山人民座 这公园里的长凳 谁坐不是坐呀 咱俩就甭管那套了 说着就坐了下来 我问Sherry 杨 陈教授的病好了吗 Sherry 杨坐在我身边 叹了口气 教授还在美国进行治疗 他受的刺激太大 治疗状况 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我听陈教授的病情仍未好转 心中也是难过 又同Sherry 杨闲聊了几句 说到了正事上 当然不是让我还钱的事 和我所料一样 是为了背上突然出现的眼球状红斑 不仅是我和胖子 Sherry 杨和陈教授的身上 也出现了这种古怪的东西 那趟新疆之行 总共活下来了五个人 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 还有个向导 沙漠中的老狐狸 安利满 他身上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红斑呢 Sherry 杨说 安利满老爷爷的身上 应该不会出现 因为他没见过鬼洞 我想这种印记 一定是和鬼洞族的眼球 有着某种联系 关于那个神秘的种族 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晓 但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包括那个不知通向哪里的鬼洞 都已经被永远的埋在黄沙之下 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了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